我是林宇,也是何家荣 1358集 没错,目前也只有这一种可能了 林宇点点头十分肯定地说道 如果师傅部长真的出什么好歹 那多半是玄一门或者是楚云熙干的 不过他们两个人谁做都是一样 先别急着下定论嘛 说不定师傅部逃过一劫呢 窦中庸也忍不住插嘴了 他虽然也十分讨厌这石坤浩 但是这会儿却是希望这石坤浩能躲过一劫呀 这样一来就有希望能靠着石坤浩掌握的消息 把玄一门这个中医界的毒瘤给除掉 好不住,找,找到了,找到了 就在这个时候员工们匆匆跑来 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发,发现石坤浩了 在哪儿呢 郝宁远瞬间脸色一变 他急声宠他问道 在,在,在那边呢 工作人员累的话都说不清楚了 便直接引着郝宁远等人朝着体育馆右侧走去 只见,离着体育馆不远处有一条小河 这会儿有不少工作人员正围着小河下游的岸边议论着什么 郝宁远等人看到这一幕,面色瞬间一变 加快脚步朝着河边走去 河边众人看到他们过来 自觉往后退到一边 随后,郝宁远,林宇等人便看到了 河边躺着一具皮肉浮肿泛白的尸体 而这个尸体口鼻处血肉溃烂 显然是被人用刀生生划烂的 江炎看到这一幕,面色惨白,猛的一所身子躲到了林宇背后 虽然身为内科大夫,她以前接触过外科手术 见过皮开肉占这种情形 但是,她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被河水浸泡了十几个小时的尸体 毕竟,她又不是什么法医 郝宁远,李千许两个人看到这一幕也不由有一些心慌了 脸色显得有些难看 不过,栗阵声窦中庸倒是脸色坦然 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军人,一个是医生 对这种场景并不陌生 林宇神色没有任何的变化 扫了一眼尸体的额头,眉毛,眼窝 依稀能够判断得出来 这死的,正是石坤浩 他沉着脸冷声说道 这应该就是师父部长 窦中庸没说话 急忙一个剑步冲到尸体跟前 仔细地在尸体的手掌脚掌以及眉眼间 检查了一番 他转头十分肯定地 冲好宁远点点头 他也能断定 死的这个人就是石坤浩 话说昨天晚上石坤浩将那白衣医生踹开之后 便撒腿朝着体育馆前方快速跑去了 与此同时 他张着大嘴喊着救命 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在他张口的那个刹那 那白衣医生闪电一般地冲到他身后 同时他感觉到后腰上顿时传来一股冰凉的触感 紧接着一只大手死死地捂住他的嘴巴 石坤浩眼睛猛地一睁 身子不由打了个哆嗦 做事要挣扎 但是紧接着他腰上再次一两 一股巨大的痛感便袭来 他只感觉到自己的身上 宛如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瞬间被掏空了所有的力气 然后他睁大眼睛渐渐没了气息 白衣医生左右观察了一眼 见没有人发现 这在背起他的尸体 飞快地跑到小河边上 将石坤浩口嘴全部滑烂 便扔进了小河 其实以他的能力 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 将石坤浩的尸体运送到 谁也找不到的深山野林里 但是他接到的命令就是 扔在这儿 就是要如此地嚣张 其目的就是为了震慑 毕竟石坤浩手下还有不少的亲信 为了防止那些亲信乱说话 所以必须让这些亲信看到石坤浩的死状 岂有此理 简直是岂有此理 好宁愿此时气得浑身颤抖 石坤浩此等身份的人竟然在他眼皮子底下被人杀害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他除了口鼻被划烂之外 只有后腰有两处致命刀伤 看来凶手事前石坤浩话说多了 窦中庸手上裹着毛巾 检查了检查石坤浩的后腰 沉声说道 至于后面的话 他并没有说出口 不过此时 李千许有一些忍不住了 他立马跳出来急声说道 哼 事与之此 毫无疑问 是学医门干的 他们嫌尸腹部 话说得太多 所以便对他痛下杀手 我们现在应该 立马派人去学医门抓人 立大哥 口说无凭啊 林宇沉着脸 扫了一眼石坤浩的尸体 沉声说道 以我对悬疑们的了解 他们的人身受专业 是绝对不会留下证据的 这两道肯定是高手所谓 但是实则看起来 像是被小流氓刺中的一样 这就是他们手法的高明之处 就算是查到底 也不过是找一个替罪羊霸 更何况 有楚家在 查得懂吗 家荣 照你说 该怎么办 就这么把这口气 忍下来吗 好宁愿沉着脸 怒声说道 虽然石坤浩犯了不少错 但是也罪不至死啊 更何况 他们是在我眼皮子底下杀的人 简直是嚣张至极 我一定要上帮上面 将学医门这帮混蛋 升之以法 好宁愿 气得面色通红 他身子颤抖 其实他之所以这么生气 除了因为石坤浩在他眼皮子底下被害 还因为他觉得 这帮人 这次杀石坤浩 或许下一次 就能把他给杀掉 就算是您上帮到上面 也不太可能让玄一门伤筋动骨 我刚才说了 您别忘了 有楚家这个大树罩着他们 而且玄一门自身人脉关系极广 尤其是跟一些境外势力 关系多甚好 林宇沉生 冲好宁愿说道 他的面容严肃 他被军情处关押过一段时间 他自然知道玄一门的能耐 虽然石坤浩的身份可是不一般 但是比他这个军情处的影灵 还是差着一截 所以就算找到上面 也无济于事了 家荣 那你说 该怎么办 好宁愿沉着脸说道 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我的法子就是 立马放出消息 宣称石坤浩死在 某个病人家属的手里 就说这个病人家属 他们的家人 因为蜘蛛事业丢了性命 所以怀恨在心 来找石坤浩报仇 恶意捅死了石坤浩 林宇沉生说道 你 你 你说什么 好宁愿听到林宇这话 顿时 惊讶地张大了嘴 这是个什么法子 是不是没有追究悬一门吗 反而 故意替他们开脱 一旁的李千许等人 都是满脸的疑惑 十分的不解 他们狐疑地望向林宇 不是 夏荣 你 你是怎么想的 李千许 紧促着眉头冲林宇 问道 要真如你所说的 那不是我们主动 给悬一门 洗脱嫌疑了吗 就是啊 先生 这个消息 一旦放出去 那可就输不回来了 李震生也是神情急切地说道 一旦他们放出这消息 那这件事情与悬一门无关了 那到时候再往人家悬一门身上扯 那可就不太容易了 我这么做是为了以退为进 林宇眯了眯眼睛说道 好宁愿等人大惑不解 互相看了一眼 好宁愿疑惑地问 张荣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好不着 你知道我为什么杀荣桓吗 林宇没有回答好宁愿的话 他转头反问了一句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